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 光线传媒的缔造者 公司成立一直到2002年203年的时候 是没有制作许可证明的 那时候如果有人想你就说 你是违法经营 超范围经营 都可以查一个证明 他打造了中国娱乐报道 娱乐现场等众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娱乐品牌节目 有中国娱乐新闻教父之称 娱乐业实际上是一个对社会有影响力的 而你做传媒也好或者做什么也好 其实你追求的就是影响力 他就是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王长田 本期节目王长田与您一同分享 创始人绝对控股的优势在哪里 对人你的判断从哪里来 比如说我现在招聘电视方面的人才 基本上跟我谈半小时 我就能够判断说是这个人行还是不行 那互联网给我半个月 我也未必能知道他行不行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但是也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律 就是说这个人以前做成功过什么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 我曾经发过一条微博 我说两个人 一个人一直在总结失败的教训 另外一个人就是一直在总结成功的经验 你认为这两种人 哪一种人可能会更加成功 大家意见不一样 有的人会认为说 总结失败教训的这个人会容易成功 因为你看他把那种失败的东西 都给你避免了以后 那他不就只剩下成功这条道去走了吗 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 我认为有的时候 一个成功的经验 做成功一件事情 比做失败十件事情积累的那种教训 都要有用得多 因为成功是有共性的 而失败的原因各有所不同 你永远无法去完全避免失败的那些东西 那种一直会跟随着你 但是你只要是知道怎么去成功 哪怕你抓住了一条 你都有机会成功 失败的东西 在那个成功的这条路上的时候 你可以逐渐地去把它避免掉 而且我要去分析 这个成功跟它有多大的关系 有的时候就是实事造就英雄 这个实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在那个团队待着 那个团队做成功事情 但是你不是那个团队的那种核心人员 所以这种人你要判断出来 还有呢 一个人的诚实 对我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他一旦是说他走向了撒谎 虚伪 浓虚作假这一条路的话 我认为这个人基本上就很难再回来了 因为他总是需要不断地 需要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谎言 去圆他那个话 他可能这一辈子就这么走下去了 所以诚实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就是说 再一个就是认真 高标准 这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人的标准太低 从他那个标准来讲的话呢 他觉得他是个成功人士 但是从我的标准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做得不够成功 就是他能不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事实上我们光线这么多年 跟其他行业能够区分出来 我觉得在运作层面上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标准不一样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责任心 那你如果是没有责任心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管理者的 管理者就是说受苦受累的命 然后呢你必须承担风险 要对别人负责 你只想着自己 这个人是肯定没戏的 只想自己你可以去做一个艺术家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企业的管理者 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人给找出来 其实这些人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难找 那问题就在于说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过来 你给他的这种诱惑力有多大 这个诱惑力当然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说事业和理想的层面 另外一个方面在物质的层面 这两个东西都不可或缺 而且这些年来我基本上 对外界人才的引进 我已经越来越慎重了 你希望从内部培养 我们主要是从内部培养 你如果让员工觉得说 外面那些人比我们更重要 你永远在想到从外面挖一个人来 他这种心理不会安定的 我再努力有什么用啊 过两天就找个人就取代我了 而且我看到了就是你一旦是你有这种机制 让他觉得他从内部能够成长起来的时候 有机会的时候 他们的成长的速度会更快 我最近要把我们的这个结构做一点调整 然后呢 我们就在看说谁能做这件事情 我就非常欣喜地发现就是 可能就一年的时间 有的员工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 一年前我觉得他还不错 但是你让他当一个事业部的总裁的时候 他这个能力根本不具备 现在一年之后我就觉得 没问题了 他可以做了 甚至他们这些人可以接我们的班了 所以这个是这种文化带来的 在某一天的时候 甚至我们不能以小吃大吗 比如说我是70个亿的市值 我可不可以去吃一个210只的公司 在我的预测里边 可能这样的事情可能不止一件 你的区权股权激励的 整个一个激励计划 好像你是有一个年限的一个限制 当时你整个激励计划的 这样一个思路和出发点是一个什么样的 并不是年限 而是他对公司的贡献 和公司对他未来的预期的期望 其实更重要的是公司对他未来的期望 就是你觉得他将来能干什么 而不是他以前干了什么 以前看的那些事情 是可以有适当的补偿的 所以我们在选这些人的时候 主要是看他现在的这个职位 他的工作对公司来讲的重要性怎么样 我们将来对他还有什么期待 是希望他能够跟公司绑在一起 跟我们一起走下去 如果你对他没有期待的话 你干嘛要他跟你一起走 这个股权是表明 你希望跟他一起走的一个最好的一种方法 有些员工确实是 他们在公司工作了很多年 没有 在这批没有 因为上市公司在初分支改造的时候 是有重量限制的 你不可能多给大家 而且我也觉得 在我们这样一个公司里边 恐怕未必一定会采取 那个互联网的那种做法 互联网有些公司是全员持股 我们未必适合 反正要针对我们自己的情况 所以那是一部分人拿到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 在下一步会拿到 也有一些人可能一直拿不到 我当然从我的内心来讲的话 我恨不得公司每一个员工 都是百万服务 但是我的能力做不到 因为我要做这一点的时候 我也会去伤害别人的利益 比如说投资者的利益 有些人没有拿到 怎么能平衡这一部分人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觉得有很大的波动 因为总体来讲的话 大家觉得相对是公平的 我们是管理层一起讨论 也不是说我喜欢谁 就多给一点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么多年 你跟这些员工在一起的时候 基本每个员工 就算我不了解 我其他的管理者 他们也会了解 我们是在表明一种态度 就是说公司重视你们 公司希望你们跟公司一起走 至于说有些人说 我现在没有拿到 难道你不忠实我吗 那我们能够给第一批 我们就有可能给第二批 第三批 你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当然了除了这个股权之外 你还有别的利益可以得到 比如说你的社会地位 一个好的公司工作 的工资 你的职位 这些都是作为你个人报酬的一部分 不是说仅仅只有股权 还有就是我们跟有一些公司不太一样 我们没有给明星股权 对 我也可以说在上市之前 找一些明星过来 说你先加入进来 然后给你股权 但是光线这个公司 一直是一个靠员工 发展起来的一个公司 是内生型公司 是内部成长型公司 那这个靠的是大家 不是资源组合型的 明星是外部资源 不是你的资源 你要想把它组合进来 你需要付出代价 但是我觉得光线这个公司的模式 没有外面那些东西 我照样发展 我甚至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那我当然会把资源优先 集中到我自己的员工身上 上市之后 你的股份还是非常之大 就是你的相对的合伙人 是比较少 是45%的样子 就是这样一个比例 你当时考虑的基准是什么样的 我必须为未来流出 稀释的空间 而这个稀释 可能以我稀释我为主 我为什么要现在 保留比较多的股份 其实你去看 在整个这些年来 传媒娱乐行业 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公司 是谁呢 新闻集团 新闻集团之所以 能发展比较快 跟莫多克 整个家族的这个 大比例的控股权 有极大的关系 它可以迅速地做出决策 它可以去做出一些 在别的公司要大家一起来讨论 说做不了的事情 最后大家都不同意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它好多次并购 它开价比较高 出手非常快 比如说它拓展一些市场 有些市场是失败的 但是它敢去做 但是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有的就成功了 比如说亚洲市场 它在整个的华人地区是失败的 但是它的硬度极其成功 那我保持比较多的股份 将来首先是说 我可以不断地再稀释股份去做融资 但是做融资之后 我们仍然对这个公司 有比较强的把控权 第二 我可以把我的股份拿出来 直接去换别人的股份 因为一个公司上市只是第一步 你上市是为了说拿资金更加方便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 而为了拿资金 你不是说拿一资金就不拿了 为什么国际上很多的传媒娱乐集团 现在已经就说 你只有1%就了不起了 然后就导致说 完全是经理人在管理 这公司你看它的发展速度 就是比不了孟多克 就是比不了Vicom 因为Vicom也是一个 个人控股的一个公司 就最后就变成了一个 半国有企业了就变成了 说大家好像谁都有份 谁都没什么份 这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是为下一步的运作 留出空间 在某一天的时候 甚至我们不能以小吃大吗 比如说我是70个亿的市值 我可不可以去吃一个 200亿市值的公司 为什么不可以吃 因为你这个200亿的公司 很有可能它的股权是非常分散的 好 我来换股 我拿我现在50%的股权 和你合并 然后呢我70亿 270个亿 270亿里面我占多少呢 我占大概35个亿到40个亿之间 重新折股 我就占到了你百分之多少 我占了百分之十几的股份 我就成为第一大股东 我就可以控制整个这个公司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只是说我在这个公司 我占百分之二十三十 你能换几个股份 你就控制不了 其实我老早就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一定有一天 去做一件 就是你股份少 无法做到的事情 在我的这个预测里边 可能这样的事情 可能不止一件 在未来 在生意过程中 你最可怕的敌人 是那些打着公家的旗号 他事实上是完全 为个人利益所驱动的 这样的竞争对手 我记得我参加你的 上市的庆功会 那天你把自己比喻成骆驼 而且我也看到你眼里 已经有泪光 其实很想哭 想哭的感觉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天牵动的 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其实我的那个大的悲或喜 有的时候不是仅仅局限感 在公司的本身 其实你知道 我每天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不是公司怎么着了 而是这个公司和这个行业 和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让我心里特别 有的时候会非常沉重 我觉得这是在中国 你做生意的一种悖论 一方面你享受这个国家 快速地成长 享受这是一个新行业 你可以做很多敌意 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而在一个成熟的国家 你没有这个机会 实际上我说骆驼 骆驼是自己愿意做骆驼的吗 谁不想的在那个地方 做一个羊 一直有草吃不挺好吗 那个骆驼是要负重 它生命的责任里边 是没有负重这一项的 你要是说你人不把它 这个重量给它 东西给它加上去的话 它不就是一个普通动物吗 吃吃草喝喝水 玩之后这样中老一生吗 第二呢 骆驼是愿意走沙漠吗 虽然它生活在沙漠里面 但是它希望一个沙漠 接一个沙漠去走吗 它不愿意呢 说骆驼是被逼出来的 是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 你为了生存下去 然后你就要学会 在你有草吃的时候 多吃一点 你要想到你可能下一步 就是要走到沙漠里边去了 有水喝的时候多喝一点 因为下一步你可能没有水喝了 然后呢你要适应说 你本来呢 你就想背200斤 但是这场任务重 你得背400斤 你得有这样的体力 去背这400斤 但是好在呢 一旦是说你成了一只骆驼的时候 你的承受能力 长途跋涉的能力 就会比马要强很多 它的鼻子能闭合 抵御风沙 眼睛很长的眼帘 可以闭上之后防御风沙 它的胃呢 是有好多出水的胃囊 可以出生很多水分 它的驼风里面积累了很多脂肪 它的蹄子呢 这个面展开比较大的 而且又比较肥厚 让它不会陷入到那个沙子里边去 就你这种能力 是你自己改造自己具备的 因为有这样一个环境 是不是让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忍受了很多 不被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一些心酸的 有啊 我可以讲就是说 在生意过程中 你最可怕的敌人 是那些拿着公家的旗号 他事实上是完全为个人利益所驱动的 这样的竞争对手 对你的诋毁 对你的这种伤害 封杀等等 这个是最可怕的 他如果不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是比较和善的 因为没有什么人对他去负责 但一旦是某些人 捞钱赚钱的这种工具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把你给搞死 才能够让他自己得到利益 因为你竞争的能力比他强 因为你会占据这个市场 越来越多的这种份额 光线在历史上 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应付这种人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原则 就是绝对不去做那种 投机摸狗外面邪道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跟他们吃饭 不喝酒 不送礼 不送钱 你成就成 不成辣倒 我就咬着牙去坚持去弄 然后去改善我自己 去适应这个环境 但是当然很难了 确实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危机 像这样的攻击 在光线的历史上 大体上有多少次呢 两三次吧 把你的公司 弄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那些东西都在我自己的心里 对金银有直接性的杀伤 有啊 就是你伤害了一只骆驼 这个骆驼皮比较厚 储存的水啊 或什么脂肪比较多 你觉得好像没怎么伤害到你 实际上对它伤害挺深的 只不过是因为 它的其他的抵御能力比较强 还能活着 那要是一匹马 要是一匹羊 早已死掉了可能是 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绝望 从长期来讲的话 我是一个比较悲观主义者的 这个悲观只是因为 我永远希望社会的改变 能够快一点 但事实上每一次 都比我想象的要慢很多很多 这让我产生一些 内心的这种悲怜 而且因为我觉得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 我的青春是有限的 我本来说 在我50岁的时候 我可以有更好的成就 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你现在不让我做 你这个环境不允许啊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产生悲观 但是在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你的责任 不容易这样去想 还有呢 我的同事 他们给我很多的帮助 就是有些事情 看起来不容易做成的事情 我们做到了 做成了 就把事情给改变了 你比如说 从业务的角度来讲 那我在0607年的时候 电视行业遇到低谷 我们那些同行公司 纷纷退出历史舞台 那这时候 需要我们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做新的业务 降低对原来那个行业的依赖 降低对个别节目 个别电视台的依赖 我们要做新的业务 那我们当时就规划了几个业务 电影 活动 其实还有一个新媒体 新媒体我没有做起来 但是活动和电影都做起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成了 中国最大的活动公司 那电影当然就是说 更难的一件事情 那电影我们现在是 去年和今年的票房 都是行业前三位 我预测明年 我们应该是行业的前两位 那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我们做到了行业的前三位 别人可能做了十几年 几十年 还被我们超越 所以因为这样几个业务 是光线 就是一直还能往前去走 当然那现在呢 电视市场又回来了 但是如果电视市场不回来呢 也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靠活动和电影 我们也仍然可以支撑 一个大的公司 其实有的这些事情 它未免都是坏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 就不太会记得 过去受到的那些苦难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是觉得 你没必要记得 没关系的 它最后都会影响到你 不一定是个坏事 我们就不太会记得 我们就不太会记得 我们一下 然后大家看